你是不是來自鹿岡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爹能力 低沉沙啞的嗓音 唱出異鄉遊子的無奈與吶喊 當年離家的年輕人回來了 鹿岡小鎮追夢人 一首首經典歌曲 喚起滿場粉絲們的青春回憶 虧為一年半 華語流行音樂教父羅大佑 再度在北京開唱 即將65歲的他 一口氣唱了近三個小時 羅氏搖滾 精神不老 空白寫你一切都不高 我的環境和你的大陸走 哭笑笑 放大全世界 全都不願意你去跟隨 三萬張門票全部售請 證明羅大佑風采魅力不減 結束大陸巡演 緊接著還要唱回台北公彈去 教父果真 寶刀未朗 即將離週末陽七號 北京採訪報導